春秋战国时的一个英语绵绵的清晨 赵国朝堂之上弥漫着令人压抑的气息 赵慧文王低沉的声音从众朝臣头上传来 区区一座孤城竟然久攻未破 竹简也被摔落在地 这声音如同惊雷一般 在朝臣中炸开了 大将赵舍小心翼翼地回复道 大王息怒 麦秋虽是孤城一座 但粮草充足 还有墨家子弟守城 墨家子弟素来擅长防御 实在不容小觑啊 赵慧文王命赵舍挂帅前去攻打麦秋 不管有谁助阵 都要在一个月内拿下 赵舍领命之后 回到家中 他并没有命人准备出征的衣物 而是独坐在自家庭院的石凳上 眼望赵书 愁眉不睁 正当赵舍叹气之时 一个身影突然从眼前晃过 一不留神 手中的赵书就被抢走了 大胆二字还未完全脱口 就见夺书之人靠着假山 对着赵书边看边笑 原来这夺书之人 正是赵舍的儿子赵阔 别看赵阔年少 却精通兵法 常与父亲谈战争不舍之道 有时候连赵舍都难不倒他 原本赵阔正打算出门 见父亲焦虑不安 便起了玩闹之心 没成想 这赵书上写的竟然是让父亲挂帅公迈秋一事 赵阔不解 父亲可是为此事烦忧 赵舍无奈地点头 众所周知 这迈秋一手难攻 大王给的时间太短 为父担心 哎 那父亲带上儿子如何 你 你虽熟读兵书 善于辩论 甚至赢过我最得意的属下 但战场关乎将士们的生死 甚至国家存亡 需要实战经验 不能空谈 所以才需要上战场 魔力自己啊 看着儿子清澈明亮的眼睛中 满是复战的决心和期待 赵舍不忍拒绝 只好答应 心想就当给儿子一个观摩 学习的机会吧 再说 万一自己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 儿子在身旁也好有个交代 公元前280年 赵舍率领赵国军队在去齐国麦秋城百里之处驻扎了下来 大战一触即发 七日之后 城外军帐之中 赵军重将领正在商议攻城之策 将军 如今将士已经休整完毕 我们是否即日攻城啊 麦秋防御极强 我们需要打开突破口 我们可以将兵力分散 小部分兵力在前阳攻 大部分兵力从后包抄 集中猛打一处赵舍成瘾片刻 微微点头 也只有这样了 先摸清他们的底细 等等 赵舍紧皱眉头 他看着打断自己的人 此人正是赵阔 只见赵阔从角落里走出来 略微作一已是歉意 启禀将军 属下不建议立即攻城 麦秋城内由墨家子弟把守 他们对防守有特定的套路 我们不掌握他们的规律 也就无法打破将军 万一不慎 咱们还有可能会掉进他们设计好的圈套里 赵舍听罢 摆了摆手 陈生说道 我已已决 即刻准备攻城 战况并不乐观 正如赵阔所料 赵军攻城数次都伤亡惨重 墨家子弟所造的守城器械极为强悍 使得麦秋城坚不可破 当天夜里 在赵舍的军杖之内 赵阔献上一记 第二天 在赵军关押俘虏的营帐里 几个齐国士兵正落魄地蹲坐在角落 突然 一道光亮投进牢房 有人进来了 来人走进齐国士兵 打开手中的包袱 包袱里是一个格勇粗粮做的面团 有点像现在的窝头 齐国士兵直愣愣地盯着那窝头 纷纷吞咽着口水 来人笑咪咪地看着他们 吃吧 吃吧 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话音一出 齐国士兵瞬间清醒 其中一个人恶狠狠地说 呸 拿走拿走 我们不吃敌军的食物 来人依旧好脾气地看着他 那我明天接着给你们送吃的说完 转身离开了 来人正式照顾 看守牢房的士兵问 公子 您为何给这些齐国俘虏送粮食呢 只见照顾脚侠的一笑 呵呵 这些俘虏可大有用处 接下来的几天 赵阔依旧准点而给齐国的俘虏送窝头 一开始 齐国的俘虏都对他仇视不语 可时间一长 见赵阔并无敌意 而且还是个孩子 便开始与他交流了起来 赵阔心里淡然一笑 目的达到了儿赵军帐内 众将领听闻赵阔的谋划后 皆是一愣 大家沉默了很长时间 终于有将领反应过来 拍着巴掌大笑 哈哈 我说小公子啊 您可真是神了 听那些俘虏所言 麦秋的粮食经过长时间的消耗 如今所剩无几了 而且 还被齐国军队把控 老百姓没有粮食 鸡肠鹿鹿 现在已经开始吃草了 照此情形 我们就从百姓入手 迎娶明星而此时的齐军 见赵军一连几天都没有动静 就放松了警戒 可就在齐军放松之际 城门外许多麻袋 突然如箭雨般被投进城中 见此状 齐国将士们各个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准备防御 赵军又要攻城了 话音一落 众将士便纷纷站定岗位 鼓声 号角声顿时响起 老百姓抱头鼠窜 场面一片混乱 砰 一个百姓被砸中后背 他抱着脑袋 失声惨叫 哎呀 要死了 哎 没死 这老百姓哆哆嗦嗦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背 不疼 再看看手心 没血 接着往地上一瞧 砸中自己的麻袋口散开了 里面有东西滚出来 这不是窝头吗 掉在地上的麻袋 散落出很多窝头 再看那赵军 扔完麻袋就如同潮水般花得退下去了 接连几天 一到饭点 赵军的窝头就会通过投食机飞到麦秋城中 扔完了窝头 赵军就迅速撤退 老百姓乐了 齐国军队却懵了 有不知情的人问赵阔 哎 小公子 您为什么给麦秋窝头呢 只见赵阔徐徐达到 齐军防御力太强了 我们从城外往里打 怎么都打不破 可是 我们要是从里往外撕 没准能撕开 而齐国的百姓 就是咱们的突破口开始几天 齐军严密戒备 但看着赵军除了扔窝头 再没有其他动作 就由他们扔 直到齐国的老百姓 对赵军的呼声越来越大 齐军这才明白 坏事而了 赵国往麦秋扔窝头 而在城内 齐军却抢走了所有的粮食 无视百姓死活 此刻 在百姓看来 赵国人比齐国军队还要心疼自己 百姓觉得齐国再守下去 大家得饿死 可如果赵国攻进来 大家有窝头吃 就能生存下去 紧接着 之前被抓的齐国俘虏 也被赵军送回来了 这些俘虏回来之后 逢人就说 赵军如何款待他们 如何尊重他们 听到这些消息的老百姓 再看看手中赵军扔过来的窝头 觉得赵军是仁义之师 甚至齐国军队中的部分士兵 也觉得赵军不错 见此 齐军守成将领大怒 当即下令 没收所有的窝头 送回敌军大营 赵国命人收下窝头 齐军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 没想到 第二天 窝头又从天而降 齐军将领怒气腾腾 直接下了战书 送到赵军面前 我们来一场决战 谁知道 赵军就回复了四个字 赵军不战 从这天起 赵军就不再向齐国城内扔窝头了 饥饿的百姓经过打探才知道 这是齐军从中作梗 不让赵军扔 百姓彻底愤怒了 好啊 你们抢我们老百姓的粮食 不给我们吃的 还阻止别人给我们吃的 这不是要把我们逼死吗 于是 老百姓军齐反抗 麦秋城内掀起了一场起义 至于那些墨家军 本来就是齐国军队请来帮忙的 他们没有干预内乱的权力 都是为了减少战乱 保护百姓才来守城的 现在老百姓都愿意开城了 墨家人就自然不会从中作狗啊 最终 老百姓杀了守城的齐军将领 打开城门 将赵军迎接进了麦秋城 就这样 九宫不破的麦秋 因为赵阔投窝头的计策 而被彻底瓦解 而赵军 除了最初的那一战 再也没有损兵折降 把伤亡降到了最低 赵阔用窝头打赢了这场战争 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 更多历史上的著名战役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吧